刚才看到这个片头了吧 都是日文是吧 而且呢这个车是不是眼熟 没错啊 它就是BID海报 那这个BID海报是不是搞了个日文版的呢 不是啊 这个是日本人把BID海报把它弄回去 然后呢做了一个拆解视频 人家是正儿八经 从技术角度把它全拆了 拆了之后呢 跟他出了一本书 从日本对待的这个出版社 日经BP社 这本书呢 跟大家讲它价格还不便宜啊 八十八万日元 我算了一下 折合咱们人民币好像要四万五的样子 这卖给谁啊 但是我先不管它卖给谁 肯定是卖给日本相关就行业人士 对不对 但是日本那个做法 然后突然感觉到 我现在还开了这个 我的这个老花罐 说到老花罐 但凡熟悉这款车和熟悉比亚迪的人 都会想到一个事情 当年比亚迪可就是把老花罐买回来 把它给拆了拆了之后 然后就有了比亚迪F3 这是我前段时间遇到 就我的老花罐旁边 正好停了台F3放在一起 是不是特别特别像 所以从造车这个角度 你说日本的丰田是比亚迪的老师 整个一点都不错啊 当年真的就是看上了这个丰田 比较稳定的一些东西 然后呢 把它的车买回来 把它拆了 进行逆线研发 但是我今天看了这个视频 就让我想起 咱们这些老货 三十年合同 四十年合系 没有谁可以一直当老师啊 所以造车其实也是一样的 技术一直在发展 这一次呢 比亚迪海豹 被日本人买回去把它拆了 我一直在想一问题 为什么日本人买的是海豹 他咋不买 汉 汉卖的这么好 他咋不买 中普拉斯DMI 实在不行 你买个弹回去也行 对不对 日本不是一直对他们这个弹潮 还是这个很敬重 模仿的很像吗 买个弹回去 不是更体配他们这种情节吗 对吧 但是人家偏偏就是选的海豹 所以我分析了一下 一个呢 是海豹 是这个3.0平台下面 这个的一款车 就是日本可能对比亚迪 这个3.0平台 还是有时候好奇心 其二呢 海豹是比亚迪 第一款这个CTB 底盘电池一体化的这个车子 另外呢 海豹上面搭载了这个ITAC技术 看上去也还是有那么联保刷子 所以日本人他肯定不会 这个随便选一个车子 他肯定是我要买 我肯定就买 比较有 我值得学习 或者说我们也好奇心的 或者说你的技术确实 我感觉这个很牛的一个车子 买回来买回来就往里拆了 所以人家这个拆的很细啊 真的是跟咱们古人这个刨丁解牛 那个是一样的 刨的很细 连里面的这个小零件 全部都分析出来 而且它里面 我特意去查了 他们开解这个提前 发出了一些资料啊 里面让我很感兴趣的一点 就是目前在EVU电池这一块 咱们的这种装力技术 已经超过日本 哎呀 当年日本做电池的这个技术 其实走的很早啊 只是说 估计他真的是 当时点错了科技数 当时日本压宝压到轻能源 由于咱们不跟他们一块 玩情能源 然后其他国家 很多也没有跟他们一块玩 所以这个自己玩的话 毕竟本土市场太小 没有市场的支撑 技术是很难 这个大面积普及的 倒是 现在咱们的电池 这块的一个装力 这些技术 已经超过了他们 这样的话呢 在一定程度上 避免后续 我们被人家 叫做卡脖子的这个情况出现 所以呢 这一次我看到 日本人把咱们的国产车 买回去把它拆了 而且拆的不是 这个找咱们的茶 是找他们这个技术优点 然后把这个总结成一本书 一套这个教程 然后这个 像行业里面这个售卖 我觉得这个事情呢 其实一来呢 就是我自己觉得 还是就挺爽的 这是拆的别的 下一次 是不是也拆一拆 这个其他厂家的啊 拆拆吉利 拆拆长城 然后拆拆昌安 把咱们的这个国产气质 就是都买回去拆的时候 那个时候真的说明 国产气质 真的就在全世界就崛起了 因为 为什么拆你 因为你比我做的强 因为我怕你 我怕你这个 以后你跑得太快 我赶不上 最后呢 你的车全卖到我国内来了 变成了什么呢 就像前些年 咱们国内的汽车市场一样 都是这个外资品牌的天下 以后是不是 咱们的这个国产车 也能够大面积的 进驻日本 进驻欧洲 进驻美国 咱也赚点刀了 花一花 这样的话呢 咱们的汽车工业 就真正的全世界 就站稳脚了 当然 苗哥也真心希望啊 国产品牌 有越来越多这样 技术大牛 这样的话 在国内 咱们能享受到 更多的这个好的技术 而且呢 关键是有物美价廉 在国外 你价格怎么搞怎么弄啊 你去这个正老外的刀了 你这个卖的越高 卖的越好 虽然我分不到什么红利 但是我咋心里 还是高兴的 还是开心的